恒大的瓜最近是一个斜一个,昨天晚上又有大瓜了,说是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一看到破产这两个字把许多网友都吓坏了,这是要歇菜了吗?还没有建完的烂尾楼怎么办呢? 但实际上,破产保护跟破产清算是不一样的 什么是破产清算呢?破产清算就是大家熟知的处理身后事了 也就是把企业目前所剩下的资产变现,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比例付给债主 还不上的钱那就甭还了 而破产保护主要是为了保护资产,不被部分的债权人给申请冻结,或者是强制执行 就拿恒大的例子来说好了,恒大之前在境外不是发行了1400亿的美元债券吗? 一旦被这些债权人告上法庭,那么就会有一部分的资产需要冻结,甚至拍卖之后还给债主 这样的话呢,其他的债权可以分得到的资源就会变得更少了 这也不利于恒大之后的债务重组 所以呢,简单来说,破产保护可不是破产,是为了继续经营 那为啥一辟无债的恒大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申请的破产保护呢? 因为在中国申请破产保护的难度比较大 咱们整个大环境也不允许恒大破产 波及的面实在是太广了 所以这个绿灯很难开 但是按照美国破产法的第15章 给予不在美国注册的公司,阻止债权人在美对其提起诉讼或者是冻结其资产的权利 恒大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这个 因为恒大在美国发行了太多的美元债权 违约的美元债就达到了192亿美元 而且呢,这些美元债普遍利息比较高 加上最近人民币又贬值的厉害 恒大已经还不起美债的本息了 而且呢,美国的那些债权人追的也很紧 各类的债权诉讼给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融资都带来了很大的干扰 而一旦恒大的这个破产保护申请通过的话 那么美国境内的债务人就不能再对恒大提起诉讼了 更不能对恒大的资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 这样一来呢,恒大就可以得到一个缓冲的空间 可以短期减轻它的债务压力 而且呢,恒大也不是第一个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中国企业 大家熟悉的瑞幸 2021年也被迫干过这个事儿 那个时候呢,瑞幸因为造假的丑闻 也被申请了破产保护 当时呢,瑞幸官方生怕大家误会 还出面做了解释 说,坊间认为的破产其实是个错误的理解 破产保护其实是个好消息 对于瑞幸来说,事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第二年,瑞幸就迎来了首次的盈利 完成了涅槃重生 但是你说恒大会不会也像瑞幸这么幸运呢 很难 首先呢,瑞幸申请破产保护 又不影响它的正常经营 咖啡继续卖,钱继续赚 但是恒大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呀 房子还是卖不出去 土地还是烂在手里 超过2万亿的负债 还是不知道要怎么还 说实话 其实没人希望看到恒大真正走到破产的那一步 因为真要走到那一步的话 不会有赢家的 但就当下这个情况来看 确实也不知道会如何破局 咱们只能期待事情能够有一个相对妥善的解决